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书是一部在二十世纪末探讨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 作者以戈白尼精神独辟西进 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来探讨不同民族属性的 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 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崛起 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即宗教信仰的领土化 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 时间观念的改变 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 国家方言的发展等 本书影响所及几乎横贯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 是在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自本书1983年在英语世界问世到2007年年底为止 已经在33个国家和地区中以29种语言出版 也正是这种一本广阔散布的状态 引起作者写作 旅行与交通 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的冲动 于是在2006年 英国出版集团添加此部分内容 出版了增定版的想象的共同体 本书便以其为底本 增定出版 以想读者 他认为 他的职责在于 逆其惯常之理 以爬疏历史 沃尔特本雅明 启蒙之光 如是从所有人种之混合中起始 那意志之物 英格兰人 在饥渴的强奸之中 愤怒的欲望运生 在农庄的不列颠人 和苏格兰人之间 他们繁衍的后裔 迅速学会弯弓射箭 把他们的小聘牛 套上罗马人的梨 一个杂种混血的种族 语言出现 没有名字 没有民族 没有语言与声名 在他热烈血管中 如今奔流着混合的体验 萨克逊人和丹麦人的交融 当他们枝叶繁茂的女儿 不辱父母之风 以杂交之欲望 接待所有民族 这令人作呃的一族体内 的确包含了迪传的 精粹的英格兰人之血 录自丹尼尔迪福 纯正出身的英格兰人 下面是本文译者 吴瑞仁 撰写的导读 认同的重量 想象的共同体导读 在这个世界中 我们公正地表现自我 我们尚未形成一致的思想境界 因为这种境界需要直言地批评 真实的创新 以及真正的努力 而我们既未曾创造 也未曾经历过这一切 爱德华萨伊德 小标题 同情弱小民族的 入戏的观众 本尼迪克特 二 奥格尔曼 安德森 是一个与异乡和流浪 有着深刻溯源的人 某种流离失所的英子 似乎早早就流淌在 爱尔兰伊德 安德森家的血液中了 而这样的流离失所 又和大英帝国的盛衰始终相随 他的祖父是大英帝国的高级军官 但祖母却来自一个活跃于爱尔兰民族运动的 奥格尔曼家族 成为一个中文流利 世事好奇 十分热爱中国文化的人 1936年 本尼迪迪克特 安德森 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 和大多数其他住在中国的爱尔兰家庭的小孩不同的是 本尼迪克特和他那位日后同享大名的兄弟 被著名的左派文学理论家 特里·伊格尔顿 语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社会学家 新作评论的主编 佩里·安德森 从小就在一个充满中国风味的家庭环境里成长 而且他们的保姆还是一位越南女孩 1941年 安德森家为了躲避日益升级的中日战争 而举家迁离中国 打算经由美国返回阿尔兰购乡 不料这个返乡之旅的计划 却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受阻 安德森家只得暂居美国 等待战争结束 老安德森在英国驻美情报单位 找到了一个中文翻译的职位 本尼迪克特就随着父亲工作 在加州丹佛等地开始了他最初的正式教育 日后 他曾经这样深刻的描述这段早期的流亡经历的影响 从那里开始了一连串的疏离 在美国学校里的英国口音 后来在爱尔兰学校里的美国口音 在英国学校里的爱尔兰腔 而这一连串的疏离经历 使得语言对我而言成为一种获益良多的机会 战争结束 安德森家终于回到爱尔兰 但本尼迪克特从1947年起就在英格兰受教育 1953年他进入剑桥大学 主修西方古典研究与英法文学 奠定了良好的西方语言基础 尽管小他两岁的兄弟佩里 在1956年进入牛津大学就读之后 很快就成为英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 新左派运动的干将 但本尼迪克特在此时 却仍旧只是一个从未有过任何严肃的 政治思想的20岁的青年而已 1956年11月的一天 当安德森在剑桥的街道上闲逛时 目睹了一个正在演说批评英法等国 入侵苏伊士运河的印度人 被一群上流社会的英国学生攻击 而当他试图阻止这些学生的暴行时 却也和那个印度人同样遭到殴打 连眼镜都被打落了 这场攻击行动结束后 这群英国学生列队唱起了英国的国歌 天佑吾皇 日后安德森自述 当时他愤怒到头晕目现 这件事情成了安德森的政治启蒙 一种对帝国的政治的启蒙 而更重要的是 在这场政治启蒙的仪式中 他和一个被殖民者站在一起 接受了帝国的羞辱 1957年 印尼发生内战 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其中 这个新闻事件 立即吸引了刚刚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 政治启蒙的青年安德森的注意 好奇心与新生的政治关怀 促使他在1958年远赴美国的康奈尔大学 投入乔治卡辛门下 专攻印尼研究 卡辛是美国印尼研究的先驱 康奈尔现代印尼研究计划的创始人 他聚集了一批顶尖的人才到康奈尔 使这所大学成为美国东南亚研究的重镇 至今仍生育不衰 卡辛和其领导下的这批精英 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称为 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康奈尔学派 他将年轻的安德森 引进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印尼研究的世界 除了卡辛对他在东南亚民族主义 然而对安德森而言 卡辛不但是精师也是导师 作为一个古典意义下的知识分子 卡辛长期批评战后美国的霸权外交政策 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 曾一度被国务院没收护照 60年代越战加剧 他不但参与反战示威 也将研究重点从印尼扩大到印度支那 这种驱策知识追求的强烈道德关怀 以及对自己国家恨铁不成钢的爱国主义 深深感动了正在成长期的青年安德森 他不仅从他的老师身上 学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 也强烈体会到爱国主义的高贵 可敬与合理 日后 他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 所透露的对民族主义相对较积极的态度 除了源于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同情之外 也来自康乃尔师们的道德熏陶 从1961年到1964年间 安德森在亚加达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 这段时间 恰好是苏加诺总统的威权民粹政权 开始衰落前的全盛时期 安德森因此见证到了一个高度政治化 混乱而充满活力 而且相当自由的印尼的社会与政治 苏加诺那种极具魅力的民粹作风 与充满煽动力的反西方民族主义 使他印象特别深刻 1963年 当苏加诺总统对英国建立马来西亚联邦 大发雷霆之际 一群暴民烧毁了吉隆坡的英国大使馆 当时已经有点本土化的安德森 刚好住在事发现场的附近 他穿着T恤和沙龙裙 靠在篱笆上 以一种爱尔兰人的幸灾乐祸 冷眼旁观这栋烈焰中的建筑 当一位他认识的暴民领袖 特地过来要他不必惊慌时 安德森惊觉 原来他根本就不以为自己身在险境 也许在安德森的眼中 印尼人以怒火焚烧帝国领事馆的景象 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和他在剑桥经历过的那幕小小的 反帝行动重叠在一起了吧 然而安德森绝不只是一个观众而已 他是一个如雷蒙阿龙一样 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 所谓入戏的观众 1964年 安德森返回美国 当时林登约翰逊 刚刚连任美国总统 而美国国内已逐步走入 反对越战的动荡之中 1965年 美国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 安德森跟随恩师卡辛 投入到反战运动之中 当年九月 印尼军人 翁东将军发动政变失败 苏哈托乘势而起 捏造说翁东为印尼共产党所指使 并大肆屠杀左翼人士 此后苏哈托驻见架空苏加诺 掌握印尼实权 1966年1月 安德森与其他两位印尼研究同僚 合作完成了一篇分析此次政变的论文 这篇后来被称为 康奈尔文件的论文 最初只在印尼研究的小圈子内流通 但当年春天却意外地流入媒体 引起轩然大波 由于该文指出 翁东将军的流产政变 根本与共产党无关 这个论点使苏哈托屠杀 左派的行动完全失去正当性 也同时直接挑战了因此政变 而崛起的苏哈托政权的合法性 因此成为安德森在日后 长达27年被印尼当局 禁止入境的主要原因 1967年 安德森完成其博士论文 革命时期的早挖 从1967年到1972年 被驱逐出境为止 他还曾三度回到印尼 在这段时间 由祖国爱尔兰独立斗争的 班班学史所产生的同情心 使安德森开始留意越南 并且将越南和印尼 这两个同样历经血腥的 民族解放斗争 才获独立的东南亚国家 联系起来 他极端厌恶华府 谈论亚非地区时 所谓第一度开发国家 那种傲慢的口气 也十分同情苏加诺 在面临国家经济危机时 因不满美国的高傲态度 而怒喊 去你的援助 拒绝美元的处境 安德森日后自述 也许是出于一种 逆转的东方主义 他和当时大多数 东南亚研究专家 都相当同情 该地区的民族主义 从一开始 他就认定 胡志明与美国的对抗 其根源不是社会主义 而是民族主义 而苏加诺虽然远不及胡志明 但他被一个由美国撑腰的 残酷军事政权推翻 却使他轻易地 获得了犹如匈牙利的 科许特般的 民族英雄的悲壮 1972年后 由于不能再进入印尼 安德森逐渐将目光 转向其他东南亚国家 1973年 泰国知识分子 开展了一场 反军事政权的运动 安德森的数位泰国友人 也卷入这场运动之中 于是他在1974年来到泰国 开始学习泰国的语言 研究当地的文化与政治 并且见证这段 激动人心的曼谷之春 1979年 美国国会邀请他为 印尼占领下的东地问 情势作证 由于已经被印尼政府流放 安德森得以无所顾忌的 畅所欲言 以此次国会作证为契机 他又开始和流亡的 东地问独立运动人士交往 并因此涉入全球性的 支援东地问的运动网络之中 延续当年写康奈尔文件 那种以知识介入现实的 师门精神 安德森 在涉及泰国与东地问事物之时 也针对性地写出了一些 极具现代性的 深刻分析的文字 1986年 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 那激动的人民革命浪潮 再次将安德森这个入系的观众 卷到这个群岛之国 继泰国研究之后 他又开始学习塔加洛语和西班牙语 投入菲律宾研究的领域之中 然而 此时他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热情的区域研究专家 如今 他已经成为当代民族主义研究经典的 《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的作者了 小标题 流放的果实 直接促成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原因 是1978到1979年间爆发的 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三角冲突 这个历史事件令他提出了这个质问 为何民族主义的力量会强大到 让三个标榜所谓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惜兵戎相见呢 然而 为他完成写作的思想准备的是 1972年 被苏哈托流放之后的他 长时间在知识上的尝试 转变与酝酿 根据安德森的字述 苏哈托政权对他的流放 虽然使他无法一如既往地深入印尼社会 进行田野研究 却也给他带来几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首先 印尼研究的暂时终止 使他有机会将目光转移到 另一个东南亚国家 泰国 而泰国这个未经殖民的君主立宪国 几乎在每一方面 都和经历长期殖民才独立的共和制国家印尼 形成强烈的对比 这两个个案的出现 是原本只买手于印尼的安德森 被迫开始做比较性的思考 而这样的比较性思考 逐渐使他觉得有必要发展一个架构 来理解各案之间的一同 其次 由于已经无法从事田野的印尼研究 安德森被迫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字资料 尤其是印尼文学之上 通过研读印尼文学 特别是伟大的印尼小说家 普拉莫迪亚 阿南达 托尔的作品 他开始注意到文学如何可能和政治的想象发生关联 以及这个关联中蕴含的丰富的理论可能 就某种意义而言 苏哈托在1972年 粗暴地将安德森驱逐出境 反而将他从单一个案的 深陷于具体细节的 微观式的研究中解放出来 使他得以发展出一个比较的 理论性的 以及较宏观的事业 伟大的知识成就 当然绝不会只得知于独裁者的愚昧而已 在1972年以后 这段从田野被放逐回学院的时期中 另一个事件 更深刻地在安德森的思想上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 使笔脚使坚定不移地 纳入他的视野当中 这就是来自他的弟弟 佩里·安德森 及其周边的新作评论集团知识分子 对他的影响 佩里在1974年出版了他的 历史社会学杰作两部曲 从古代通往封建主义之路 和绝对主义国家的戏谱 这两部作品就时间而言 上下涵盖近2000年 就空间而言 同时处理欧洲与欧洲以外地区 不同社会的变迁 因此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称之为严谨 细致地比较历史研究的模范 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佩里这两部书展现的比较史事业 与社会学理论深度 对本尼迪克特有巨大的冲击 佩里这种理论的 比较的和全球性的事业 当然也主导了他所主编的新左评论的风格 他所聚集的一批英国的杰出左翼知识分子 如汤姆·奈伦 安东尼·巴纳特 朱迪斯·赫林等等 所写的一篇篇探讨不同国家地区的论文 在评论上并列 创造出一种鲜明的广阔的国际性视野 与这批博学之士长久相处之余 连严格来说 并不那么左的本尼迪克特 也受到鼓舞 希望经由一个 大体上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使我的印尼能够加入世界 荣比较史 历史社会学 文本分析 与人类学于一炉 安德森 最终果然经由想象的共同体 把他的印尼送进了世界 小标题 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 到底民族 Nation和民族主义 Nationism是什么呢 他们的本质是什么 他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 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为何他们能够在今天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呢 在安德森的眼中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问题 构成了支配二十世纪的两个重要思潮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缺陷 想要有效解答这难以捉摸的民族之谜 必须扬弃旧教条 以戈白尼精神寻找新的理论典范 安德森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目的 就是要提出一个解释上述这些关于民族 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理论典范 安德森的研究起点 是将民族 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 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 他在一开头 就以简洁的文字勾勒出本书的论点 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十八世纪末被创造出来 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 复杂的交汇过程中 自发的萃取提炼出来的一种结果 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 他们就会变得模式化 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 他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 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 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组合 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 在这凝炼的文字背后 隐藏着一个非常复杂而细致的论证 以及一幅纵横古经 繁复巨大的历史图像 在正式进入论证之前 安德森先为民族这个斯芬克斯式的概念 提出了一个充满创意的定义 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 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这个主观主义的定义 聪明地回避了寻找民族的客观特征的障碍 只指集体认同的认知面相 想象不是捏造 而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 因此 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名称 指涉的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 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 这个主观认知主义的定义 界定了安德森以后整个论证的基础 也就是要探究民族这种特殊的政治想象 或者政治认知成为可能的条件与历史过程 安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 它源于人类意识 在步入现代性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 使这种想象成为可能的 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 首先是认识论上的先决条件 也就是中世纪以来 人们理解事件的方式所发生的根本的变化 这种人类意识的变化表现在世界性宗教共同体 王朝以及神域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 只有这三者构成的 神圣的 曾阶的 与时间忠实的同时性旧世界观 在人类心灵中丧失了霸权地位 人们才有可能开始想象民族 这种世俗的 水平的 横向的 共同体 安德森借用沃尔特本雅明的 同志的 空洞的时间观念 来描述新的时间观 并指出 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 小说与报纸 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 提供了技术的手段 因为它们的叙述结构 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 遵循实力规定之节奏 穿越同志而空洞的空时间的想法 而这恰好是民族 这个被设想成 在历史之中 稳定的向下或向上运动的 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比 换言之 对于安德森而言 民族 这个想象的共同体 最初 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 来想象的 但与过去在认识论上的决裂本身 不足以说明在诸多可能类型的 水平世俗共同体中 为何民族会脱颖而出 要想象民族 还需要另一个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 也就是 资本主义 印刷科技 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 这三者的重合 这三个因素之间 半偶然的 但却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 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 与方言性的印刷语言的兴起 而以个别的印刷方言 为基础形成的特殊主义的方言 世俗语言共同体 就是后来 民族的语言形 认识论与社会结构上的条件 酝酿了民族共同体的原型 也为现代舞民族 搭好了舞台 以这两个共同的 基本先决条件 为论证出发点 安德森接着一步一步的 建构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 如何从每周最先发现 在一波一波 向欧洲 亚非等地 诸步扩散的历史过程的 扩散式论证 一种前后关联 但每一波都必须 另做独立解释的复杂论证 西方主流学界 向来以西欧为民族主义的发源地 安德森却积之为 地方主义之界 主张18世纪末 19世纪初 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 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 安德森认为 美洲的殖民母国 英国 西班牙和葡萄牙 对美洲殖民地移民的 制度性歧视 使当地欧易移民的 社会与政治流动 被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围之内 它引用人类学家 维克多特纳的理论 指出这种歧视 与殖民地边界的重合 为殖民地的欧易移民 创造了一种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的 共同经验 他们被限定在 各别殖民地的共同领域内 体验这种被母国歧视的旅伴们 于是开始将殖民地 想象成他们的祖国 将殖民地著名 想象成他们的民族 所谓第一波 所创造的美洲模式 是一种不以语言为要素的民族主义 然而 受到美洲模式感染与启发 而在1820年以后 出现于欧洲的第二波民族主义 却是一种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 安德森对此提出了一个 多重因素汇聚的解释 一方面 美洲和法国革命 将民族独立与共和革命的模型 扩散到了全欧各地 另一方面 16世纪欧洲向全球扩张与地理大发现 促成了文化多元论 在欧洲的兴起 而这又促成了拉丁文之类的 古老神圣语言的继续没落 在这场历史运动中 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族印刷语言 和民族语言的出版业 随着语言学革命乘势而起 而阅语阶级则适时出现 成为民族语言出版品的消费者 由此 民族独立 共和革命 与民族语言理念的结合 在19世纪前半叶的欧洲 孕育了一波民粹主义性格强烈的 语言民族主义 安德森特别提出了 所谓盗版 即自觉的模仿的概念 来衔接先后出现的民族主义 作为第二波 19世纪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 因为已有先前美洲与法国的 独立民族国家的模型可控盗版 因此 在思想和行动上 都比第一波 要更有自觉意识 第二波民族主义 在欧洲掀起的滔天巨浪 撞击统治阶级古堡高耸的石墙后 所反弹涌现的 就是第三波的民族主义 也就是十九世纪中叶已降 在欧洲内部出现的所谓 官方民族主义 安德森指出 官方民族主义 其实是欧洲各王室 对第二波 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 无力抵挡高涨的民族主义 浪潮的旧统治阶级 为了避免被群众力量所颠覆 于是干脆收编民族主义原则 并使之与旧的王朝原则 结合的一种 马基亚维利式的先期策略 原本只有横向联姻 缺乏明确民族属性的欧洲各王室 竞相规划民族 并由此掌握对民族想象的权势权 然后通过由上而下的同化工程 控制群众效忠 巩固王朝权位 官方民族主义的原型 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代 所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 而反动的马扎尔乡绅 在1848年革命后 推行的马扎尔化政策 也是一例 另一方面 这些同时也是帝国的王朝 又将这个统治策略 应用到海外异民族的殖民地 使被殖民者效忠 最典型的例子 是大英帝国殖民官僚 马考来 在印度推行的英国化政策 这个政策被带入非欧洲地区后 又被倖免于直接征服的少数区域的 统治阶级所魔法 如 日本明治维新的 对内的官方民族主义 以对殖民地的日本化政策 以及泰国的拉玛六世的 排华民族主义 等等 如果第三波的官方民族主义 是对第二波的群众民族主义的反动与模仿 那么 最后一波 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 则是对官方民族主义的另一面 帝国主义的反应 以及对先前百年间 先后出现的三波民族主义经验的模仿与盗版 安德森从他最熟悉的印尼历史 抽一出一个 殖民地民族主义 首先 帝国主义的殖民政府 利用殖民地的俄罗斯化政策 培养了一批通晓双语的殖民地精英 通过共同殖民教育 这些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人 拥有了共通的语言 并且有机会接触到欧洲的历史 包括百年来的民族主义的思想 语会和行动模式 这些双语精英 就是潜在的 最初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者 另一方面 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体系与教育体系 同时将殖民地民众的社会政治流动 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围之内 这个和早期美洲经验类似的 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 为被殖民者创造了想象民族的领土基础 和18世纪美洲的欧裔移民一样 在20世纪的亚洲和非洲被殖民者的眼中 殖民地的边界也终于成为民族的边界 安德森同时也分析了 因条件不足而未能产生民族想象的 法属西非和印度支那这两个殖民地 作为反面的比较个案 然而他也提醒我们 最后一波民族主义的特征相当复杂 因为它们出现于世界史之中 人们能够比较此前要更复杂的多的方式 来磨素民族的时期 它们不仅同时继承了多元的思想与行动可能 也同时继承了前人的前进与反动 如此 安德森完成了他关于民族主义起源和散布的复杂论证 民族主义 以一种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类似的 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方式 从美洲到欧洲 再到亚非 一波接着一波先后涌现 它们既数同一场历史巨浪 又相互激荡 各善盛场 然而为何民族竟会在人们心中 激发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 促使他们前仆后继为之现身呢 安德森认为 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 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 从一开始 民族的想象 就和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 如出生地 肤色等 密不可分 更有甚者 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 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 不易考证 更容易使这种想象 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 无可选择 生来如此的宿命 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 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 与群体生命的存在 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 主要是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 因此 安德森极力区分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 对他而言 种族主义的根源不是民族的理念 而是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1991年出版的修订版 想象的共同体当中 安德森在第一版的基础上 又收录了两张具有俘虏性质的论文 他在《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一章中 提出了一个不敌恶事的论证 试图补充修正第七章 最后一波 关于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解释 他指出 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源头 并非19世纪欧洲王朝国家 而是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想象 他举出三种制度 说明殖民地政府如何通过 制度化和驸马化 将自身对殖民地的想象 转移到了殖民地人民身上 并塑造了他们的自我想象 在《记忆与愚妄》一章中 他则探究了历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 指出民族历史的叙述 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 小标题 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的桥梁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和已故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 欧内斯特·盖尔纳所写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这两本同样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 如今已经是民族主义研究最重要的两本经典之作了 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 提出的那个标准社会学式的结构功能论论证 无疑已为侧重实证主义的主流社会科学 开出了一条建构民族主义的一般性理论之道 那么我们这本想象的共同体 在知识上的贡献又如何呢 虽然不能再次详细探讨想象的共同体 但我们还是愿意提出几点初步的看法 首先通过复杂而细致的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方法 安德森在相对简短的篇幅内 就建构出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 一般性历史论证 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方法 是研究民族主义最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 因为几乎所有民族主义的现象 都同时涉及了历史纵深 如特定认同形成过程 以及跨国因素 如帝国主义扩张 然而这个研究途径的操作非常困难 研究者必须有能力在历史的精确性 与理论的简约性之间取得平衡 并且要有非常杰出的叙事技巧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像盖尔纳一样 掉进薛族势旅的险境之中 或者会变成像另一位多产的当代民族主义理论名家 安东尼史密斯的纯历史途径 那种见树不见灵的琐碎的民族分类学 安德森避开了这两个陷阱 他和兄弟佩里一样 擅长运用既有历史研究的成果 并将之与理论性概念结合 然后以惊人的叙事能力 编织成一个同时观照古今东西的历史类型 或因果论证的文本 谁说社会科学家不需要文学素养和文字能力呢 更重要的是 他个人百科全数式的欧洲史素养 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 以及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 使他得以避免包括盖尔纳 史密斯以及霍布斯鲍姆在内的 大多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家 所犯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毛病 安德森的个案提醒我们 扩散式论证这种极度困难的论证方法 固然不在话下 即使是最根本的比较研究 都需要具备相当的知识和语言的条件 第二 安德森超越一般将民族主义当作一种纯粹的政治现象的表层观点 将它与人类深层的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 它将民族主义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脉络当中来理解 民族主义因此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 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 或者借用它自己的话来说 是一种文化的人造物 这种颇具人类学精神 或者有点接近法国年建学派史学 所谓心态史 历史心理学 理念的社会史 或社会文化史的途径 将我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 从社会基础或政治动员的层面 扩展到对它的文化根源的探求之上 安德森不但没有像一般社会科学家那样 以实证主义式的傲慢 忽视人类追求归属感的需求 反而直接面对这个真实而深刻的存在性问题 并在它的架构中 为之赋予适当的权势与意义 正因如此 它对民族主义的解释 就更能掌握到人类行动的深层动机 就某种意义而言 这个途径间接肯定了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说的 相仇是最高贵的痛苦 第三 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 结合了多重的研究途径 同时兼顾文化与政治 意识与结构 开创了丰富的研究可能性 因此被北欧学者斯坦东尼生 和汉斯安德洛夫 成为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途径的桥梁 就传统比较政治学 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而言 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 可能是它关于民族主义的各种历史类型 以及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构 与制度条件的论证 安德森的《历史的解释》 和盖尔纳所建构的 《非历史的结构功能论》 解释 恰好成为当代民族主义理论的 两个重要而对立的典范 不过 相对于盖尔纳在主流政治学 与政治社会学方面的巨大影响 想象的共同体 可能对以文化与意识 为研究对象的社会 人文学科的影响更大 安德森对宗教 象征与意义之权势的强烈兴趣 以及以本地人观点的倾向 清晰地显露了这本书的 人类学精神 他从现代小说的结构与叙事技巧 以及诗歌的语言中 探讨文学作品 如何重现 人类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的前卫尝试 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兴起于英美文学界的 用解构主义理论 后殖民研究与文化研究 对文学与民族主义关系 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风潮 有相当的影响 而与文学理论密切相关的是 安德森运用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 海登怀特的理论 来解析民族认同建构 与历史叙述的关系 以及他对殖民地政府角色的观察 也在当代后现代主义 或后殖民主义史学中 留下了印痕 最后 安德森所提出的 想象的共同体的 这个主观主义认知的定义 对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途径 也有不少启发作用 当然 像想象的共同体这样 深具野心的著作 势必难逃知识界的 简视与争议 例如 安德森 视民族为一种 现代的想象 以及政治与文化建构的产物 这使他在当代西方学界 关于民族主义 兴致于起源时间的 现代派对原初派论战中 和盖尔纳同辈归入 现代派 而受到了所谓 原初派的批评 而印度裔的美籍中国史专家 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教授 也以中国史为证 提出了一个与此论战相关的经验批评 杜赞奇认为 早在现代西方民族主义 传入中国之前 中国人早就有类似于民族的想象 对中国而言 崭新的事物不是民族这个概念 而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 另外 后殖民研究的先驱理论家 夏特吉 在他那本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名著 民族主义思想和殖民地世界 一个衍生性的议论 则对想象的共同体提出了另一种批判 也就是说 尽管安德森认识到民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 但他竟然完全忽略了民族主义 如何建构民族意识形态的具体政治过程 小标题 思想 记忆 与认同 最后 对于为何在本书中 舍近年来在台湾颇为流行的 解构味十足的国族意思不用 而将 Nation 依传统用语 译为民族 笔者想稍作说明 首先 尽管在经验上 Nation的形式与国家State 关系极为密切 但Nation一词 最初是作为一种理念 政治想象 Political vision 或意识形态而出现的 因此本来就带有很明显的价值意味 从18世纪后半夜开始 经由启蒙斯时代的思想家 和法国大革命的宣传家的如传大笔 Nation一词 实际上是和人民和公民 这类字眼 一起携手走入 现代西方政治与会之中的 换言之 Nation 只设的是一种理想化的 人民全体或公民全体的概念 在此意义上 它和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东西 Nation 是理想化的人民群体 而国家 是这个人民群体自我实现的目标或工具 如果意为国族 将丧失这个概念中的核心内涵 也就是 尊崇人民的意识形态 安德森 之所以将Nation 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 正是因为这个定义 充分掌握到Nation 作为一种心理的 主观的远景的意义 第二 以服务当权着利益为目的的国族主义 毕竟只是民族主义 复杂历史经验当中的一种类型 即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 或者一个可能的组成成分而已 国族主义一词 不仅遗漏了群众性民族主义 这个重要的范畴 同时也无力描述 兼具官方与民粹特征的 更复杂的类型 主要基于上述两个理由 笔者决定 在本书采用这两个角能 表现出人民意识形态 这个关键要素的传统词汇 民族主义的两面性 这个评价 表明了安德森 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政治立场 安德森虽然认为 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 但他并不认为 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 想象的共同体 不是虚构的共同体 不是政客操纵人命的幻影 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 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 他同情必尊敬一切反帝 反压迫的民众的民族主义的奋斗 但也清清楚楚的了解这些运动 随时有堕落成反动的官方民族主义 或者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的威胁 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目的 并不是解构民族认同 正如同他在本书正文前所引用的 沃尔特·本雅明的警句 他认为他的职责在于 逆其惯常之理 以爬书历史所提示的 安德森所关切的职责 是如何使民族认同历史化与相对化 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核心 不是真实与虚构 而是认识与理解 对他而言 一切既存或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 都是历史的产物 唯有通过客观理解 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认同 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 形成的历史过程与机制 才可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 民族中心主义 从而寻求共存之道 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 和平共存之道 共同体的追寻 寻找认同与故乡 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 但就像所有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一样 这条道路上也遍布着荆棘和引人失足的陷阱 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 在情感与理性之间 同情与戒慎之间 以及行动与认识之间 寻求平衡 不管在这一切都被允许的虚无主义年代里 人类的理性能力受到多么激烈的质疑 理性毕竟是卑微 善辩和激情的人类最后的凭借 安德森的这本想象的共同体 体现了汉纳·阿伦特 所谓海德格尔式的热情的思考的著作 就是试图在犬儒与狂热之外 寻找认同之路的理性的辛勤劳作 吴瑞人 1999年4月7日午夜 于密歇根湖畔